摇零声一响人员挥舞旗帜 因为列车就要进站了 白色车头配上深蓝色车身 浓重登场 火车后面拖着装甲车含大货柜 这辆就是台铁公司新购路的 欧系R200柴电机车 经过一年的严格测试和调整 19号终于在花莲开幕首航 铁道迷好兴奋拿起手机抢拍 比较漂亮啊 比较漂亮啊 当然声音减少很多 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在设计这一块 设计更美观 连性能也大大提升 R200搭载2700匹马力引擎 更减少废弃排放 安全性也更有保障 它有各种的安全防护的设备设计 包括它有摄影机 所以在吊车 这个是安全性就提升 以及防火 这个防噪音的系统 新车上路虽然没有客运功能 不过贴道迷还是一大早就来排队 除了目睹新车更重要的是来抢纪念品 7点半就过了 7点半啊 买了两个钥匙签 两个造型水 然后一个马特杯 34辆R200将陆续上线 未来除了货运之外 还配合灾害救援和军事运输 预计在花莲和彰化祭物段 成为东西干线的运输重任